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对于陈平这个人来说,这一生的荣辱,都是靠自己挣来的,不管是在刘邦身边出谋划策,亦或者是从吕智的牢笼之中窜逃出来,最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,都不是让人相助,而是自身努力。 要说陈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有人将他和所谓的张良对比,这自然是比不过的,毕竟这张良在刘邦眼中是救世之主。 刘邦的身边可以没有陈平,但是说实话不能没有张良,不然这定天下的策略,都没有办法搞齐。 只不过这陈平在当时历史上面所起的作用,是最像张良的了,张良解决大方面的问题,而他去一步步的解决小问题。 只不过这些小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,若不是陈平脑袋里面的鬼主意,恐怕刘邦不会登台的那么顺利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为什么会说刘邦的胜利离不开这个人呢? 这就要从当时状况说起了,当时项羽可是将刘邦的军队给堵尽了一。 各小城之中,要知道如果说刘向两个人真的要拼一个你死我活的话,刘邦绝对是处于劣势的。 当时的状态之下,刘邦没有什么别的选择,如果想要找到一条生路,他只能够与项羽求和。 但是项羽又怎么肯放过这块到嘴边的肥肉,所以说他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得不到满足的。 这种情况下,如果刘邦想要去保全自己的实力,就只能去找谋臣们想一些别的办法了。 其实刘邦这个人最为优秀的方面反而是这个他知道自己没什么能力,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。 凭借着这个特点,刘邦才一步一步从平民爬到了皇帝的宝座上。 在路途之中,他接受了陈平给他的很多主意,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出钱贿赂项羽集团内部的成员,让他们来说反叛项羽。 其实,陈平出的这个主意,估计只就只能够对付项羽,为什么呢? 因为只有项羽这个孙子,不愿意去给替自己立功的臣子们封赏。 你说,这些人辛辛苦苦冒着死亡的危险去打仗,为的是什么? 不过就是能够拿到荣华富贵败了。 而项羽却偏偏在这个方面最为抠门,他可以在将士受伤的时候,亲自去看他们,但是却不肯分给他们一个所谓的官职。 这样一来,项羽阵营里面的将士,早就有怨言了,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 如果陈平这时候打着刘邦的旗帜,给里面的将领送点钱,再做点小动作,不怕小心眼的项羽不上当。 不。 过这陈平倒是将项羽这个人的德行给抓得紧紧的,毕竟项羽这一生,唯一能够十分信赖的压父贩僧,就是这个时候离开项羽的,留下他一个孤家寡人。 当陈平将这个主意告诉刘邦的时候,刘邦可是感叹到此记忆出,自己的性命忧虑算是得以解除了,说不定还可以将项羽给折腾得喘不上气来。 其实这时候即便是陈平出不了什么好计谋,这刘邦也会死马当成活马医的,毕竟此时此刻自己早就成为了项羽刀下奄奄一息的鱼了。 所以,刘邦大手一挥就给了陈平四万金黄金,让他去活动关系,这样一来,这陈平有了所谓的计谋,也有了资金,还怕这一个缺心眼的项羽不成。 他先是在项羽集团内部散布谣言说,这将军中李美,跟着项羽这么久最后却啥都没有捞住,依然还是车前马后的为项羽操劳,这时候,这将军可不想再忍了,早就合谋好了,要跟刘邦一起灭了项羽上下的军团成为一霸。 这消息一传开,项羽这小心眼的人,可就马上就信了,立马派出去士兵,前去刘邦的军营里面打探消息,说白了这一次,陈平就是挖了个坑等着项羽自己跳进去。 这项羽派来的人到了军营,本来是好酒好菜招待着,一得知这是楚霸王的人,直接就撂下一句话,我们还以为是中将军派来的人呢,直接就把菜给换了一桌粗茶淡饭。 这使者能不生气吗,于是就直接开始折腾,给项羽报告的可是添油加醋,最后,搞得项羽直接大发雷霆,派人将这个叛逃的将军,给扔进了监狱。 这样一来,这项羽可是顺了刘邦跟陈平的意思,最后一步步地用自己的权力来削弱自己的势力。 而除了这位可怜的大将军,这项羽甚至还怀疑到了亚父的身上,这时候的亚父为了保命只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,但是悲惨的是在半路死了。 而这一场危机,可就是陈平帮助刘邦解决的啊。